有人说行百里半九十 在快速变动的时代 拥有毅力和耐心 是对一个人最好的赞美 只要愿意耕耘 皇天不会辜负苦心人 但也有人说 选择比努力还要来得更为重要 选对风口 猪也能够飞 傻傻努力 那是不思考的借口 到底哪一个声音才是对的 要怎么判断现在该歇手 还是该继续咬紧牙关撑下去 答案不是二选一 人生是一场无限赛局 你要追求的不是结果 而是意义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越听越模糊 意义是什么 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怎么样判断自己懂了没有 很简单 首先你要能够明确说出 自己要的是什么 例如辞职创业 你不能只是知道自己不爱打卡 不想应酬 你得说出一个自己真正要的东西 像是我希望找到真正懂我 欣赏我 尊重我的客户 我希望我的作品能够让人觉得实用 不只是表面上的美丽 这些个部分 只有这样你才会知道自己真正在坚持的是什么 随时判断自己还在不在那条路上 再来 你的坚持不能只是重复做一样的事情 你要能够优化自己的工作流程 一次次的精准掌握住核心 有效的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低着头蛮干 却希望拥有出乎意料的结果 坚持不只是努力工作 更要聪明工作 只有花力气 却没有思考的奋斗 就像只穿双鞋子 却不戴眼睛上街 受伤是必然的结果 最后 全然的投入忘记自己 假使有件事情可以让你废寝忘食 忘记时间的流动 那绝对值得你坚持到底 因为你的动机是纯粹的 但如果今天你坚持做某件事情 是因为不想被别人看扁 想证明给某个人看 那么早点回头 才不会制造更多的遗憾 人生是一场没有标准答案的游戏 没有人可以代替你决定 继续走还是回头 哪一个比较好 但只要你清楚自己捍卫的是什么 并且有组织有计划的 一次次做的比昨天的自己更好 坚持就不会是另外一种逃避 想知道更多关于创造意义的做法跟策略 请锁定过好人生学这门课 我们将带着你一步一步的 不只是量化 更是优化你想要的人生 过好人生学 欢迎你的加入